嗨,大家好,我是沈亿,欢迎到了我频道 今天我拍摄的主题就是大家都很感兴趣的一件事 那就是我在YouTube到底赚了多少钱 今天我就让你们目睹我后台的书记吧 在参加聚会时,我通常都会被问到同样一个问题 那就是通过上传YouTube视频,我到底可以赚多少钱 制作这些视频需要花多少努力 我从YouTube赚钱的方式有哪一些 以及现在是否值得透露 我完全可以了解 因为在我开始我的YouTube频道之前 我脑海中也充满了这些问题 在这个视频中,我将跟你们分享 我在2023年最赚钱的三个视频 然后哪三个是最不赚钱的 那后面我就跟你们分享我在2023年的总收入 以及我在花费制作这些视频的时间 在我开始之前,让我分享一点点 在2019年,我就开始我的YouTube频道之旅 当时我曾经在制作粘涂的过程中 既然我已经开始在做粘涂的话 为什么我不记录下来,然后再上传我的制作上去YouTube频道呢? 这也不浪费我的努力啊 那就是我的YouTube起步的方式 当时我已经继续上传了21个月的粘涂教学过程 之后,我只能上传了生活方式视频 记录了我徒步的冒险和度假的经验 一直继续到现在 对于生活方式视频,我基本上要录制三到六个小时 然后从这三个六个小时,剪辑成10到30分钟 有时会更长 编辑的时候,我大概要6到8个小时 其中就包括了看完我整个的素材 编辑,然后配音,以及接上字母 然后还有如果我需要什么特效的话 那编辑的时候我大概需要6到8个小时 在这个过程我需要做好多东西 一就是先看我的素材有什么 然后再剪接,剪接后再配上声音 然后还要配上文字,然后还有特效 因此这些过程都占据了我大多数的半月礼拜的时间 所以竟然我在视频上付出了很多努力和时间 但我的观看数并不是每次都是很高 因为这总结于YouTube的演算法 有时我的视频只有两位素的观看量 由于我将YouTube视频制作作为我的周末活动 这个也不是我的正职职业 所以我没有像其他的全职YouTuber赚了这么多钱 我在2023年我上传了50个视频 平均每周上传一部 好,这几部就是我在2023年赚最多钱的三个视频吧 好,现在我直接开后台的数据给你们看 所以我选择 所以我选择 2023年收入 所以我第一名的收入就是 这个 2023年九王大帝的影片 它可以让我赚起60块 然后有22万人观看 第二部就是这个新加坡金素国金日的影片 有赚52块 然后有21万人观看 然后到这个 就是去 去 去那边 玩一天的 shipping 你可以看到我赚到33块 可是你看这边只有 7千多人看 所以它的价钱真的是不一定的 所以它的价钱真的是不一定的 不一定说你 你观看率多 你赚的钱会多 你看我这边只观看率有7千 可是 我 我拿的钱有33块 所以它们的演算法 然后我最糟的最后影片就是 就是 就是这个 体验在冰海湾艺术中心做 双方的视频 它只能达到7毛3 174个人看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比卡丘的演出 它只能达到6毛9分 184个人看 还有这个 云顶豪华酒店 是云顶名胜酒店 跟D酒店的比较吧 然后6毛1分 有1000多个人看 你看这个也是跟刚才的比例这样 这么多人看 可是钱还是最少的 所以不一定说 你的 点益率高的话 你的团队 你赚的钱就很多 然后就让你们看看 2023年我到底赚了多少钱 回去 所以在2023年 我观看率 多少人观看率 就是297千 然后 我观看率 有21升中的章菜率 我加了600多个订阅税 然后我赚了钱 我总收入为494.3毛9分 平均就是每个月41新元 或者是一周10新元吧 你们在这里看到我的收入 不代表其他频道的速度 跟我一模一样 是因为不同频道 有不同赚钱的速度 全部集结于他们的内容是什么 而且他们的观众性是什么 我有发觉到 如果你的频道是做于怎么赚钱的 怎么理财的 然后怎么创业的 这些频道赚钱的速度会比较快 所以在今年2024年 我会继续做我的生活方式频道 并且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和计划 在准备当中 所以就请关注我的频道吧 那我上传新的视频时 你们就知道我今年的计划到底是什么了 我可以透露一点点就是 其中一个我想做的就是 比较像这种对话的视频 因为这个是一个挑战 因为是很即时性 然后如果说错 就要很多NG的画面 不像我通常的视频就是 过后我再配音三期的 那种是太容易做的 从长远的计划来说 我希望这个就是可以做成我的退休的工作 因为退休我也不想在家里做博 就是没有做东西 然后这个可以让我到处走走拍拍一些东西 可以记录新加坡或者外国的事故 然后这个回到家就可以花一点时间来编辑 然后上传 然后看看你们的留言有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也是可以做一个美好的记录 然后珍惜现在所看到的东西 好吧 今天的短短的视频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种方式吧 也是我今年第一次第一个视频来做这聊天室的尝试 希望你们会喜欢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如果看完了这个视频 你也想开自己的YouTube频道 而赚取频道的广告收入 你要符合两个YouTube的规则 一就是在一年内有1000个人订阅你的频道 第二如果你是做一个强视频的话 这样在一年内最少要有4000个以上的观看率 如果你是在做短视频的话 就要在90天内要有1000万人的观看率 达成这两个目标后 你就可以向YouTube申请这个伙伴计划 然后他们会审核你的频道 如果符合的话 你就可以开通你的广告收益了 所以当时候你的广告收益才真正的开始 而不是从你第一个上载影片开始 那也希望你在2024年 也可以努力的开通你的广告收益频道吧